下一題是聯考題 類似的問題 有問過那這個題字沒有什麼太複雜的事情就是認真努力去弄弄就好 第一個問題是 台北到高雄的平均速率 你看那線彎彎曲曲的所以沒有特定的方向 因此他算是速率 那就是把總共走了多長 總共走多長 台北新竹新竹台中這樣子 總共走多長 去處理他總共花多少時間7點鐘出發12點鐘到達 然後你就會算出他的平均速率是多少 簡單 你這樣做就可以 來可愛的大帥哥 剛剛他總共走多長你就加起來就好了 然後花多少時間兩個相請就知道時間多久 然後你就知道 來 20拼號 20拼 28誰 自由生大人 多少 70嗎 70嗎 你就把 所有的距離加起來 60加80加100加70加40 然後所有的時間算好 7點鐘出發12點鐘到達12-7就5個鐘頭 然後去除他就好 有350除以5 所以每小時70公里 就解決掉了 下一題 他問你說從台北到新竹 跟 台南到高雄 兩個的平均速率跟平均速度是否相同 有一個 不用算 你就知道他是否相同 另外一個 你要去算一下 你才知道是否相同 你想想看哪一個你不用算 你就知道他是否相同 哪一個是你要算一下 才會知道他是否相同 他問你 台北到新竹 就是花一個小時走60公里 另外一個叫台南到高雄 40分鐘走40公里 請問你他的平均速度有沒有一樣 平均速率有沒有一樣 那 問一下 我說過有一個不用算就知道 應該要找女生是嗎 女生 12號 8號 第一個你回答我平均速度與不一樣 不要亂揮你的手 然後一個平均速度不一樣 你搖頭是說平均速度不一樣平均速率不一樣 速率不一樣速度一樣嗎 來請坐 我說有個不用算就知道與不一樣 誰不用算就知道與不一樣 平均速度 為什麼 速度是有方向性的 速度要一樣方向要一樣 請問你台北到高 台北台南到高雄的方向跟 台北要新的方向一樣嗎 不一樣嗎 所以就算大小一樣 還是不一樣啊 懂嗎 所以 速度一定不一樣 那速率只有大小對不對 所以就得算一下 他大小有沒有一樣啊 你要看他大小有沒有一樣啊 所以 一個是一個小時走 60分鐘走60公里啊 對不對 另外一個呢 40分鐘走40公里嘛 那誰快 一樣快啊 所以台北是誰啊 他應該是 他的速率是一樣的 速度是不一樣的 剛剛跟你講了 剛剛跟你講了嘛 速度一定不一樣 不用看了不用算了 因為方向不一樣就不一樣了 可是速率是要算的嘛 速度要算的嘛 一個 一個小時60分鐘走60公里嘛 那另外一個就是40分鐘走40公里嘛 對不對 所以一樣快 一樣快 所以 就這樣 所以我們就是一樣 所以我們就一樣 OK 這也是一些簡單基本的觀念 小計算沒有什麼特別的 可以嗎 可以 RGB 很好 可以 可以 感谢观看